疫情三年后 我们对台湾也陌生了不少 民进交流很少 航班往来更是暂停 饱受疫情摧残的台湾 真如民进党所言 经济上扬 一切虽竟好吗 台湾实际疫情解封后 台湾经济没有变得更好 反而变得更糟 物价大涨 火箭飞涨 老百姓荷包严重缩水 台湾统计部门 之前公布的3月份物价指数 年增长高达2.35% 这是持续高于2%的 通货膨胀警戒线 此外重要民生物资年增长率 也飙涨6.12% 这让许多工薪阶层 或者日常三餐 需要外出解决的人群 非常痛苦 每日吃饭不再是快乐的事 而是货比三家 不敢多花一毛钱的事 就连岛内常年标榜 抗通货膨胀到50元便当店 如今也难以为继 50元便当消失 转而变成70元起跳的便当 倘若客人 您要加其他主食 那不好意思 请您另外加钱 这边高通棚 让民众连盒饭都要吃不起了 那边民进党当局 却选在别有深意的时间段 寄出全民普发 新台币6000元的政策 不分来率支持者 境外境内 人人都有钱领有奖 这种不遗余力撒钞票的政策 很明显一切只为了来年初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提前补局 忙着发钱的民进党 却没有一点时间回应 台湾旅游业的求救呼喊 受了三年新冠疫情影响 几两岸关系倒退严重恶化 台湾观光产业景气低到谷底 大陆游客观光人数的极度萎靡 重创的不仅是台湾旅游业 交通运输业 食品业等 都不可避免卷入这漩涡中 真实的台湾是老百姓苦哈哈 钱包空荡荡 而假乐和欺骗民众的民进党 则赚得盆满钵满